我是江家被报错的真千金 认亲当天 我抢了贾千金的房间 撕烂她的裙子 还骂她是上不了台面的土机 贾千金江义气得发疯大骂 苏元 你这个贱人 还不等我开口 江福猛地抽了她一个巴掌 江义 你什么时候能像圆圆一样懂事些 你太让我失望了 江母更是目光冷冷地看向她 真是个白眼狼 看着摊在地上的江义 我勾起嘴角 江义 这次你也尝尝重盘亲离的滋味吧 江母醒来时 我正乖巧地坐在医院的椅子上 做数学题 看到她睁开眼 我忙站起来关心 阿姨 你醒了 还有哪不舒服吗 江母虚弱地笑了下 好孩子 多亏你了 江母在路边滴血糖晕倒 我第一时间给她送到了医院 看着面前这个笑得和善的女人 我不由地想起 上一世她对着我嫌恶的表情 我怎么会有你正不懂事的女儿 早知道还不如将错就错 没错 眼前的这个贵妇人是我的亲生母亲 不过此刻她还不知道 上一世 我满心欢喜地回到江家 得到的却只有全家人的冷眼和不满 江父皱着眉打亮我一眼 好好叫她规矩 便转头回公司了 而江母只是客气又疏离地开口 有什么缺的 跟刘姨说一声就行 从始至终 他们的眼里只有江亦一人 而江亦呢 身着限量的高定针之裙 脚踩一双玛丽针平底鞋 脸上是明显的不高兴 江母还摸摸她的头发 以示安慰 收回眼中的冷意 我给躺在病床上的江母 倒了杯水 江母又是一脸感激 呵 真好笑 上一世 为了讨好江父江母 我每天亲自下厨做菜煲汤 都没换来他们的一个笑脸 如今只是一杯水 都能让江母感恩至极 不得不说 做他们的女儿可真倒霉 听到江母联系了家里的司机 我站起来客气地道别 毕竟现在和其他人相见还太早 江母再三表示 要感谢我 让我退聚了 值得留下我的联系方式 没错 今天我是故意路过她身旁 又刚好救了她 上一世 我记得保姆刘怡曾经提过 江母有一次犯低血糖 情况十分危险 幸好被路过的一个大学生救了 后来这个大学生 就成了江母的义子 直接进入了江市的公司 这个义子 叫顾哲男 也是江义的忠实被胎之一 上一世没少帮着江义陷害我 这一次 我算好了时间 提前抢了她的机缘 不知道这个人 还会不会出现在江家 晚上我回到了养父母家 苏父喝得鸣鼎大醉 见到我开始破口大骂 你这个赔钱货 一天到晚就知道出去勾引男人 看我不打死你 苏母像征兴地拦位下 醒了行 天天就知道回家耍酒疯 说着又赶紧让我去把碗刷了 我听话地往厨房走 苏有福不依不饶 小贱人 谁让你走的 连你老子的话都不听 是不是给你脸了 说着就拿出皮带 就往我身上招呼 我也不躲 生生抗下男人 一下又一下地鞭打 打得正好 要是没有这身伤 我该怎么和江母博同情 见我不反抗 苏父觉得没什么意思 嘴里骂了一句扫把星 就回屋睡觉去了 第二天 江母约我见面 我梳着高马尾 故意穿着那里 带着补丁的衣服 和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出门 我的五官和江母很相似 都是明艳大气的长相 虽然穿得朴素 但却掩盖不住我精致的五官 江母看到我很开心 递给我一个礼盒 是个很漂亮的胸针 我抿了抿唇 江阿姨 真的不需要破费 这个我 我用不上 江母这才仔细打量我 发现我穿的都是旧衣服 眼里的联系一直不住 是阿姨的疏忽 阿姨带你去买衣服好不好 我继续拒绝 努力营造一副 坚强善良的小白花的模样 江阿姨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您真的不用这样 您如果真想感谢我 可不可以送我一套习题 看着我小心翼翼的眼神 江母心都快化了 马上让司机带我去书店 路上江母不小心碰到我的胳膊 我撕了一声抽气 见江母的目光看过来 我马上又把胳膊缩回去 江母面露一色 不过我的阻拦 抬起我的胳膊查看 看到皮肤上一道道的红印 伴着深色的淤青 江母差点惊呼出声 圆圆 这是谁干的 学校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我低下头 装作不敢说话的样子 你和你爸妈说了吗 学校都不管吗 我给你们学校打电话 我忙拦着她 不用江阿姨 学校没有人欺负我 真的 江母犹豫了一瞬 是你爸妈 我抿抿唇 点了点头 江母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 怎么会有人 这么对自己的亲生女儿 看着江母一脸激动 我心里冷笑 是啊 我也想问 怎么会有人 这么对自己的亲生女儿 上一世 江府 江母根本没了解过我 曾经过的是什么日子 当然 他们也不想了解 哪怕我伤痕累累 他们也假装看不见 而现在 看到江母的关心 我只觉厌恶 江母带我去医院抹了药 路上江母接了个电话 听着语气 应该是江易 你不是上周 刚买了十几个包吗 怎么又要买包 买买买 我女儿都这么夸我了 哪还能不买 胡心街那家甜品是吧 好 妈一会给你买 江母一脸 宠溺地挂了电话 嘴里还笑着和我抱怨 我女儿就是个泼猴 要是什么时候 能有你这么懂事就好了 我低下眸子 牵了下嘴角 我要是有您这样的妈妈 就好了 看着我白皙的脸上 带着的失落 江母的心被狠狠地撞了一下 为了哄我开心 江母在甜品店 也给我买了同样的甜品 等到江家的车离开后 我瞬间恢复了面无表情 还随手把手里的甜品 扔到了垃圾桶 周一 回到学校上课 听到老师们说 近期会有本地的企业 来校园参观考察 我心里一动 我所在的高中 是当地的重点高中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过几天的考察 肯定会有僵尸集团 我思索了一下 去了老师办公室 这一周 江母时常会微信和我聊天 也会让司机时不时 给我送点吃食 而我依旧保持着 楚楚可怜小白花的人设 懂事得让人心疼 新的一周来了 各大企业领导来参观考察 当江副一行人 被引领着路过操场时 我的声音适时响起 大家好 我是高二一班的苏源 少女清脆的声音传来 瞬间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我穿着干净的校服 梳着清爽的高马尾 站在主席台前 作为年级第一 分享学习经验 校长事实地介绍 这是我们学校的年级第一苏源 各大竞赛的闯 这孩子很优秀 是个好苗子 江副也听说了江母 被我救了的事 自然也听说过我的名字 此时听到校长的话 也赞许地点点头 过几天的公益活动 不是正好要找几个 优秀学生当志愿者吗 我看这个苏源就不错 校长也没意见 毕竟这是为校争光的好事 班主任跟我提起这事时 我欣然同意 没几天 我和学校里其他几个同学 准时到达地点 这次的公益活动 主要是帮扶困难儿童 各大企业会投资建一所学校 江副和几位领导人 也姗姗来迟 我穿着红色的志愿者马甲 露出甜美的笑容 给小朋友们分发物资 在媒体采访时也不卑不亢 发言恰到好处 连校长都连连点头 惊讶于我的表现 当天的新闻一出 凭借着我的长相和发言 最美志愿者词条迅速上了热搜 江市集团和其他企业 我借着机会开了自己的社交账号 但我也知道物极必反 所以只是分享一些学习经验 姜姆得知这件事后 很是惊讶 圆圆 你可真厉害 姜阿姨得想想怎么奖励你 我鸣嘴一笑 依旧是拒绝了姜姆的物质奖励 姜阿姨 我很喜欢你 以后你有时间多来看看我就好 听着我贴心地回答 姜姆一脸感动 随后搂着我 低头思索着什么 圆圆 姜阿姨知道你不想要那些物质奖励 那清北的夏令营呢 你想不想去 我内心一笑 我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毕竟衣服首饰那些 以后我回到姜家还能缺吗 还是趁机提升下自己比较好 我马上露出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 真的吗 姜阿姨 真的可以吗 姜姆看着我亮晶晶的眼睛 忍不住刮了下我的鼻子 当然可以啊 圆圆这么上进 阿姨当然支持你了 我惊喜地开口 谢谢您 姜阿姨 很快 我如期地参加了夏令营 期间认识了很多厉害的人 还结交了几个朋友 回来的那天 我刚下车 田田就叫住我 苏元 回去可别忘了给我发微信 我笑着点点头 看着她一蹦一跳地下了车 只是还不等我扭头 我就看见田田跑向了一个女生 姜亦 田田和姜亦都是私立贵族高中的学生 他们认识倒是也不奇怪 姜亦穿着一身学院风套装 精心的妆容 在一群学生里显得很出众 我嘴角缓缓牵起 就算我十分优秀 也不足以撼动姜亦 在姜家父母的地位 但要是姜亦屡自让他们失望呢 我想起一件事 上一世 我记得姜亦和她的小跟班们 长期霸凌了同校的一个女生 那女生脾气也很倔 差点闹到自杀 最后还是顾哲男出面 帮姜亦解决了这件事 但要是没有顾哲男呢 姜亦还会不会这么幸运呢 只是我没想到 我和姜亦这么快就见面了 周末 姜亦约我出门 我本以为 还像以前一样 只有我们两个 直到姜亦从车里下来 圆圆 早就想把小姨介绍给你们认识了 正好今天小姨闹着要陪我出门 你们俩也熟悉一下 姜亦穿着黑白格套装 散漫地走下来 一看就是典型的大小姐 她皱着眉打亮了我一眼 眼里的不喜和戒备很明显 妈 这就是你总提的苏缘 姜亦故意挽着姜亦的胳膊问道 对 这就是圆圆 姜亦一脸满意地看着我 姜亦玩味地笑了一下 确实很土 姜亦 你怎么说话呢 你的礼貌都学到哪去了 姜亦脸上的笑收脸 瞪了她一眼 又转头和我解释 圆圆 你别介意 小姨没有恶意 都是被我惯坏了 我咬着嘴唇 眼里有些落寞 不会的 姜阿姨 姜亦能有您这么好的妈妈 真幸福 吃 真能装 姜亦嘲讽道 我听了姜亦的话 慢慢地低下了头 垂下了嘴角 这回姜亦是真的生气了 姜亦 你这星期的零花钱没有了 你现在就给我回家去 妈 你居然因为这个香巴佬罚我 你到底是我妈还是她妈 姜亦吼了一句 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转头跑了 姜亦又和我连连道歉 我懂事地安慰她几句 看她心情低落 我提出陪她去看画展 姜亦自然是同意 待到画廊后 姜亦立刻被展厅中央的话吸引了 画上是一个温婉的女人 一脸慈爱地 看着墙包中的婴儿 画虽然抽象 但是仔细辨认 能看出画中人是姜亦 这是 姜亦很惊讶 姜夫人 这是这位小姐送您的礼物 工作人员看着我和姜亦解释道 圆圆 这是 我笑得乖巧 姜阿姨 您对我一直很照顾 我没什么能回报您的 我一直在画廊兼职 这幅画是我亲手画的 送给您 希望您能喜欢 姜亦一脸惊喜 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毕竟豪门里什么都不缺 这些真心最难得 经此一事 我在姜亦心里的地位更高了 姜亦对待我更加用心 周末或者闲暇时间 姜亦都会来看我 得知我绘画天赋较高 还专门为我请了美术大家辅导 我安心地享受着姜亦 给我带来的一切好处 开玩笑 这些本应就是我的 我当然受之无愧 另一边 我和田田联系也多了起来 在她嘴里 我得知姜亦果然如上一世一般 校园霸凌别人 我勾起嘴角 那我便送她份大礼 没几天 网上爆出一段视频 在女厕所 穿着精致的少女 带着几人暴力殴打一女生 女生嘴里拼命大喊 救命 姜亦 我没得罪过你 为什么这么对我 精致女生恶劣开口 本小姐想打就打咯 说完 上脚踹了女生几脚后 又扯着女生的头发 一路拖到洗手池 被打的女生头 被摁到洗手池里 身旁几人哈哈大笑 还有人提议 把这个贱人扒光拍几张照片 敢说出去就曝光他 说完 周围的几人向着被打女生走去 视频也到此结束 很快 这段视频冲上了热搜 天哪 这真不是电视剧吗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怎么会有人这么恶毒 这还是贵族高中呢 那我们普通人 岂不是更没活路了 网友根据被打女生 身上穿的校服 判断出所在高中 有心人又从声音 身形等 变出当事人的身份 江亦的身份 马上被网友扒出 江氏集团的大小节 怪不得这么嚣张 所以有钱人 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建议查查江氏集团 估计杀人放火的够当 没少干 这几个都是我们学校的 江亦在我们学校很有名 就要倒霉了 江氏集团就这么 只手遮天吗 请有关部门 关注下此事 谁也没想到 事情会发酵这么快 江家在意识到此事后 第一时间就删了视频 但这正好坐实了 江家只手遮天的行为 江家属于H市的 顶级豪门 涉及房地产 餐饮 日化等多个领域 一时间 网友纷纷在网上 抵制江氏集团 看着网上 闹得沸沸扬扬的新闻 我满意地笑了笑 不知道这份礼物 江氏喜不喜欢呢 中国江母来接我时 眼上的憔悴 根本掩饰不住 江阿姨 你还好吗 我咬了咬嘴唇 一脸担心地看着她 毕竟网上闹得这么大 我想装作不知道也不可能 江母揉了揉眉间开口 江氏这孩子太不像话了 我心里冷笑 江氏什么德行 江家父母真的不知道吗 只不过是这次 江氏闹大不好收场罢了 江氏她可能 只是一时糊涂 阿姨别气坏了身子 我贴心地安慰江母 好在你江叔叔 已经让人联系那个女生了 她家人也收了钱 想必不会再生什么时段了 江母拉过我的手继续说 圆圆 你要是阿姨的女儿就好了 我抿嘴笑了笑 就这么结束 我可不允许 隔天 一条视频又点燃了网友的怒气 受害者鼻青脸肿 身上缠着绷带 对着镜头哭诉着 求求你们放过我爸妈吧 我爸的工作已经没了 我保证不会再乱说话了 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家吧 女生崩溃的哭声 感染了屏幕前的网友 如果说之前网友只是气愤 这一次已经是痛恨了 人都是同情弱者的 当事人越惨 大家就会同情他 至于真相 又有几个人在乎呢 一时间 江义和江家再一次上了热搜 难道就没有网法了吗 当事人已经够惨了 居然还拿家人威胁他 作为一个普通人 想要维权这么难吗 要求彻查江氏集团 江家为所欲为 真的没有人管管吗 太可怕了 这不是恐吓吗 事情闹得太大 各路网友下场 很快就把江义以前的过往事迹 都扒了出来 打人姐是惯犯了 一年前 同校女生有个叫做苗某的 也是被她霸凌 最后受不了退了学 这是我有印象 当时那个苗某被折磨的 精神都快恍惚了 看着好可怜 打人姐初中时就是大姐大 我们学校被她欺负的 最少得十几个 本人能证明 我当时也是被欺负的一员 那我抱大瓜吧 你以为打人姐小提琴获的奖怎么来的 别的我不说 我就说一个名字 韩玲 韩玲不是拉小提琴的那个女生吗 听说她很有天赋 多次获得过奖项 好久没听到她的消息了 天哪 不是我想的那样吧 随着进一步的发酵 事态逐渐失控 江家请了很多水军 依旧没能降下事件的热度 这还不算玩 没多久 多个受害者联合起来发了视频 实名控告江亦校园欺凌 视频被转发很快 经过网友的推播助澜 很快关博 点赞了此条视频 这就是上面要彻查这些事了 看着我安排的这一出好戏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江亦呀 江母最近一直没来看我 不过也是在我意料之中 毕竟江家出了这么大事 想必她都自顾不暇了 不过我还是要刷刷存在感的 毕竟我已经迫不及待 去江家看好戏了 当我带着自己做的甜点 来到了江家时 江母惊讶了一番 江阿姨 您最近一直很忙 我担心您的身体 所以来看看您 我不安地搓了搓手 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 果不其然 江母一把拉住了我 远远有心了 阿姨最近忙得忽略了你 你不要生阿姨的气 我马上摇摇头 怎么会呢 阿姨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一些甜点 拿来给您尝尝 希望您不要嫌弃 江母看着餐盒里摆放的 整整齐齐的甜品 一脸感动 正要说话时 就传来江亦在楼上 大喊大叫的声音 这些贱人 居然赶出来曝光我 他们怎么不去死 啊 随后就传来摔东西的声音 江母当然也听见了 马上沉下脸吩咐保姆 告诉他 再闹就让他滚出去 看着江母脸上的不耐 我心里不禁冷笑 这一世居然能对江亦放狠话 看来这次真是气得不轻嘛 不过想来也是 毕竟上一世江亦虽顽劣 但顶多是小打小闹 这一世 他给江家带来的损失 可是实打实的 我继续露出乖巧的笑容 江阿姨 你别生气 我相信小姨姐姐也不是故意的 您本来就有低血糖 可别气坏了身体 江母果然受用 拉着我的手一直不放 直到我离开时 还一脸的恋恋不舍 临走前 我看了眼江家的别墅 简约又不是华丽的外观 在空旷的院子里 显得有几分寂寥 我漫不经心地嚼着口香糖 心情不错 江亦的是 很快被调查清楚了 这么多年 江亦校园霸凌的人数 达到十几人 但因为他是未成年人 所以只是 对他进行了相关教育 不过江亦的名声也算臭了 另外 江亦曾经获得的 小提琴之星的艺术奖项 经调查 是他当年用一些 见不得人的手段 威胁韩林退赛 才取得的奖项 很快也被艺术家协会 撤销了荣誉 而江氏集团 虽然名声受创 不过江阿姨 接受了我的建议 让公司多多宣传 公益事件 洗白一波 由此 江氏集团的口碑 好转了不少 笑话 这以后可都是我的产业 我当然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江亦 把公司拖下水 而借着这股东风 我又小伙了一把 最美志愿者再次翻红 我也收获了不少粉丝 江氏集团这个志愿者 比那胆人姐漂亮多了 听说还是学霸 长得漂亮又有爱心 这才是新青年 应该有的样子 我满意地笑了 这一仗我赢得漂亮 既打击了江亦 又在江富江母 那刷了一波好感 还收获了一波流量 这效果好的 我确实没想到 江家给江亦办了退学 江阿姨愈发依赖我 可能是江亦 给她带来的挫败感太大了 我忍不住在想 如果这时候她知道 品行败坏的江亦 不是她的女儿 而我这个优秀的乖乖女 才是她的亲生女儿 她会怎么样选择呢 我已经拖不及待 看到这一幕了 晚上我在苏家刷碗 苏父又喝得醉醺醺的回来 一进屋就开始骂骂咧咧 我洋装不见 果然激怒了苏父 你这个赔钱货 还不把老泽拖鞋拿来 是不是又欠打 我心下不耐 眼神里的冰冷掩饰不住 这场戏 我真是不想陪他们演下去了 于是我看着面前 秃顶油腻的中年男人 装作害怕的开口 爸 你别打我 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 男人啪的给了我一个巴掌 你这个野种 还有胆子顶嘴 我看你是皮痒了 说爸 又随手抽起力 在一旁的脱不竿子 向我扑来 我还不知死活的大喊 爸 你在胡说什么呀 我才不是什么野种 苏父显然已经烂醉 抡起脱不竿 向我砸来 老子说你是野种就是野种 还敢降嘴 看老子打不死你 我赶紧躲过几下致命的袭击 开玩笑 我只是想套套苏父的话 不想真把小命交代在这 苏父打不着人 愈发暴怒 一个闪身不小心摔倒在地 磕到了头晕了过去 真麻烦啊 看着眼前昏迷的男人 我摄视他的鼻息 还没死 我嫌恶地擦了擦手 冷静地想出一个计划 苏母此时还在外面打工没回来 我装作惊慌失措的模样 给姜母打了电话 姜阿姨 我爸 我爸他昏倒了 求求您 帮帮我 姜母听到我带着哭腔的声音 也慌了声 匆忙答应后 很快就赶到了我家 救护车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到达 姜母安慰了我几句 等待的时候 不经意间打量着苏家的房子 不足60平的小房子 破旧至极 墙面斑驳发黄 屋里到处都是烟头和酒瓶子 厨房的灶台上放着半个馒头 和黑乎乎看不出本来面目的剩菜 姜母心下震动 身为贵妇人的她 应该很难想到 居然有人能住在这种地方吧 我就是故意让她看到苏家的环境 上一世 姜母根本不想了解我的过去 那这一世 我就让她好好瞧瞧 她亲生女儿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 医院很快就出了结果 苏父没什么大事 圆圆 苦了你了 我忙摇摇头 姜阿姨 都是我不好 早知道爸爸要打我 我就站在原地认她打就好了 不然她也不会 你这孩子说什么傻话呢 哪有被打还不跑的道理 我咬住嘴唇 眼眸低垂 一副乖顺的模样 爸爸说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说我是野种 姜阿姨 我好难过 姜母眼睛一跳 看向了我 我又继续说道 一定是我做得不够好 从小爸爸妈妈才不喜欢我 姜母面露深思 之前她就想说我为一女 只不过 碍于苏家父母都健在 没法提出而已 这一次我无意间地提醒 正好给了她机会 如果说我真的不是苏家父女的亲生女儿 她就可以和苏家毫无负担地提出收养我 看着姜母陷入深思 我准备在家把火 姜阿姨 如果我有您这样的妈妈就好了 这一句话让本就动摇的姜母 下定了决心 放心吧 好孩子 以后阿姨一定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不露痕迹地笑了 接下来就看姜母的效率了 当年的事情并不隐秘 苏母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过上好日子 暗中调换了我和姜亦 虽然时间久远 但想必有心还是能查到的 接下来我就准备看好戏了 我以为姜母的调查会需要些时间 但没想到她的速度会这么快 当她泪眼婆娑地来找我时 我就知道 事情成了 此时 我正在病房里正听着苏母的责骂 你这个扫把星 有你家里就没好事 早知道当初就该把你把掐死 你要掐死谁 姜甫带着姜母着急赶来 正巧听到这一句 姜甫一脸怒气地呵斥道 苏父苏母有点懵 但是看着姜甫姜母一身滑跪 意识有些不敢开口 圆圆 我的圆圆 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 姜母扑过来抱住我就开始痛哭 我扭过头看向苏父苏母 苏父神情闪躲 苏母有些心虚 我又不解地看向姜母 十几年前 我和你 姜母在一家医院生产 你被人掉了包 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听着姜母的解释 我的眼圈瞬间就红了 姜甫姜母看着我的神情 心里更加心疼 我心里忍不住唾弃 姜家人既然能查到我被调包 自然能查到是苏家夫妻干的 但他们没有报警 看来他们心里还是顾及姜义的 我面上不显 只是表情愈加可怜 事情清楚 我自然要跟着姜甫姜母回到姜家 在车上我装作恍然不安的样子 实际上 心里十分期待姜义的反应 到了姜家 我换上一副乖巧淡定的模样 姜义显然已经知道了此事 她穿着一身烟灰色脸衣裙 发型精致地出现在我面前 爸 妈 苏元以后就是我的妹妹了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姜甫虽然对姜义还有怨气 听了这话脸色还是柔和了一点 我扬起一个自信又和善的笑 你好 姜义 谢谢你这么多年 替我陪在爸妈身边 果然姜母听到我这话 眼泪瞬间就出来了 圆圆 你叫我什么 我的女儿 你受苦了 简单的一句话 瞬间让姜甫姜母 想到我之前过的日子 连带着对姜义的表情都冷了三分 姜义恨得牙痒痒 又不得不强言欢笑 姜母带着我参观家里 来到姜义房间时 看着屋子里精心设计的一切 我惊叹道 妈妈 这间房能不能做我的房间 我好喜欢 那是我的房间 姜义带着气喊道 对不起 对不起 姜义 我不知道是你的房间 姜母看到我一脸抱歉的表情 赶紧安慰 好啦 不就是一个房间吗 小姨你让给圆圆 妈再给你布置一间 姜圆脸都气红了 咬着牙同意 不过马上 她就想到了报复我的办法 她故意带着我来到姨帽间 得意开口 这都是爸妈给我置办的 想必你这个乡八佬 没见过这些吧 我唇角一勾 那我就陪她玩玩 我拿起展示柜里 单独放置的一条连衣裙 一脸惊艳 好漂亮啊姜义 真羡慕你能有这么多漂亮的衣服 不像我 说完我神情低落的 扯了扯身上洗白的衣服 一旁的姜母注意到 这边马上过来哄我 想要什么 妈妈都会满足你 我贴心地抱住姜母的胳膊撒娇 妈妈你真好 我爱你 姜义被眼前的一幕刺痛 大声呵斥我 把我的衣服还给我 我暗中冲她眨下眼 偷偷用指甲 故意勾坏手里的衣服 啊对不起姜义 不小心把你衣服弄坏了 都是我不好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会生气吧 我惶恐地道歉 姜义的眼神恨不得吃了我 不过她依旧没做什么 哼 还能忍住 看来她长进了不少 我兴奋极了 我倒要看看姜义能忍到什么时候 趁着没人注意 我凑到姜义耳边小声说了一句 山鸡变了凤凰 终究还是一只土鸡罢了 姜义的怒火瞬间被我点燃 苏元 你这个贱人 我立刻把表情调整成委屈的神情 低下了头 而这一幕也被姜父姜母看到 趴姜父猛地抽了她一个巴掌 姜母更是目光冷冷地看向她 姜家养了你这么多年 真是个白眼狼 姜义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 爸 妈 我才是你们养了十几年的女儿 姜父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你要是安分点 姜家还能留你 再闹就给我滚回你亲生父母那里去 说完姜父转身离开 姜母也拉着我随即跟上 徒留姜义一人留在原地 我心里觉得痛快不已 但这还不够 想到上一世 我被姜义校园霸凌后 失去上学的机会 最后还被她找小混混侮辱致死 我心里只觉得这些远远不够 回到姜家后 姜父姜母一心培养我 我想用着最好的资源 为他们争光 姜父姜母很满意 而姜义呢 经过上次一闹 她也收敛了许多 每天除了购物花钱 就是参加小姐妹的派对 倒是没再找过我麻烦 但我怎么能看她这么痛快呢 没多久 姜父姜母找上了门 姜父在姜家地上一躺 姜母张着嘴开始嚎叫 女儿啊 还我女儿 让我见见我女儿吧 求求你们了 姜母皱着眉头看着她们 该给的钱都给过你们了 还闹什么 夫人 我也想见见我的亲生女儿 我这老婆子见命一条 您真给我送进监狱 我也得拉着我女儿一块去 苏母死缠烂打 姜母只好柔柔眉心 喊姜义下来 姜义穿着一身浅蓝色小套装 悠哉悠哉下了楼 看到舒服苏母她脸上一僵 还不等她跑 苏母一把抓住姜义 小义 我是你妈呀 我才是你的亲生母亲 妈想死你了 跟妈回家吧 姜义嫌恶地推了苏母一把 我只有一个妈 你离我远一点 苏母性子泼辣 岂会如她的意 苏母拼命地抓着姜义的胳膊 往门口走 姜义大骂苏母 苏父冲过来 一巴掌打了姜义 你个丫头骗子 连你亲爹亲妈都不认 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随即苏家一家三口 在客厅撕扯起来 姜义让保姆赶紧把人拉开 最后直到管家出手才停止 不知道姜义又和苏家人说了什么 苏父苏母走前 还配了姜义一口 而姜义头发散乱 衣衫不整地坐在地上 脸更是被苏父扇肿了 整个人看起来有点可笑 我心情大好 没错 这一切是我安排的 苏家的邻居王阿姨 跟我的关系一向不错 在我的授意下 她故意和苏母透露 姜义在姜家优渥的生活 还劝她要多看看女儿 以我对苏父苏母的了解 他们势必会动心 姜义经历这一遭也被吓住了 我送她回房休息 经过姜义身边时 我冲她无声地笑了笑 姜义气得要扑过来抓我的脸 够了 姜母呵斥一声 姜义 我会让你爸安排 尽快给你嫁出去的 姜义摊在地上 眼里对我的恨意不加掩饰 是的 对于姜家这么冷血的人来说 养了十几年的女儿 自然要派上用场 不过姜义会听话吗 接下来的日子 我一边安心准备高考 一边跟着姜父熟悉公司 而姜义则是整天见不到人 不知道在忙什么 我看了私家侦探 给我发来的照片笑了 这一事 姜义依旧和顾哲男联系上了 此时的顾哲男只是一个无父无母 靠着打工维持生活的大学生罢了 居然还能和姜义扯上关系 只能说缘分妙不可言 既然是这样 我反倒是放下了心 接下来 我有条不紊的准备高考 姜父则是给姜义安排了一桩亲事 南方条件还不错 算得上门当户对 姜义却按捺不住了 因为她怀孕了 当姜母知道这个消息时 气得高血压差点犯了 姜父更是摔了手里的碗 姜母让姜义去打掉孩子 姜义不肯 姜父放下话 如果不和顾哲男断掉 就把姜义赶出家门 姜义嘴上同意 眼睛里却满是怨恨 我提高了警惕 让人看好姜义 但没想到姜义会做得这么绝 高考结束那天 我身心轻松了不少 姜义一反常态要下厨 说是为我庆祝 姜母见她最近还算乖巧 也由着她来 直到昏迷前的最后一刻我才知道 她给全家人下了药 我是被一阵浓烟呛醒的 醒过来后 我意识到门窗都被人在外面反锁上了 姜义这是要把我们三人烧死在家里 我捂着嘴 叫醒在不远处的姜父姜母 姜母惊慌失措 拉着我紧紧跟着姜父 姜父知道逃生通道的位置 我和姜母搀扶着跟在她身后 火势越来越大 浓烟充斥着整个房子 到了一楼的一个小门前 我总算吐出一口气 却没看到一旁烧焦的屏风摆剑向我砸来 火光电视间 姜父扑过来替我挡下了 而他自然被压倒在地 我愣了一瞬开始拼命拉姜父的手 但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毫无办法 而姜父只是冲我摆了白手 还冲我笑了一下 圆圆 之前让你受了这么多苦 爸爸对不起你 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那一刻 我说不清心里的滋味 上一世 不是很讨厌我这个女儿吗 这一次 为什么会这样做 姜母哭得上不来气 却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往前跑 那一瞬间 我好像释然了不少 我和姜母逃离了火场 我们活了下来 这起事件性质恶劣 警方迅速展开了调查 很快 姜毅被抓了 整件事情是固者难策划 姜毅执行 所以两人都被判了刑 姜毅哭着要见姜母 姜母恨她入股 怎么会见她 苏家夫妻也因为当年的事 锒铛入狱 一切结束得很突然 姜府去世后 姜母一直也奄奄的 我请了人来专门照顾她 至于我 大学从清北毕业后 顺利地接手了家里的公司 成为了小姜总 我想 未来很长 我一定会精彩地活下去